风荡荡的手术室里遗留下一双红女鞋 陪女儿做手术母亲全命丧手术台 一月之内连发两起美容事故 美容和生命竟然成了二选一的选择题 第二点还是意外事件 我觉得这点说不过去 手术室里的红鞋子 今日说法即将不出 照镜子的女孩叫开开 不久前开开刚做了一个非常小的美容手术 手术做完了 陪她去做手术的母亲 却永远的离开了她 开开不愿意直面镜头 她选择了这种方式接受我们的采访 开开是见到记者前一个星期做的美容手术 和开开一同做手术的 还有她的母亲 开开割双眼皮 龙鼻 母亲顺便做个去眼带的手术 开开的手术很顺利 双眼皮的效果她也非常满意 这正是她渴望了多年的大眼睛 然而开开还没来得及欣喜 她就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悲痛 开开怎么也不会料到 她几乎与此同时失去了生命中最亲的人 她的母亲在做去眼带手术时 再也没能走下手术台 她就真实的躺在那里 反正我不在她身上 她也说不了话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开开的母亲张女士 本来是陪着女儿去做手术 这期间她顺便搁了一下眼带 这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可没想到张女士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个变故是一家人无法面对 也无法接受的 那手术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女士怎么就会死在手术台上了呢 这组照片是方先生一家人 在2014年春节期间拍的 意外死在手术台上的 就是51岁的张女士 她原本是云南省昆明市一家银行的职工 两年前内退后一直在家操持家务 张女士和丈夫方先生 有两个双胞胎女儿 今年都在上大学三年级 张女士遭遇意外时 一直和她在一起的 是大女儿凯凯 我看眼角还有点 还有点 就这边 没人心 嗯 当时怎么想去做这个双眼皮 做的 因为 觉得双眼皮比较不好看 凯凯曾经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割个双眼皮 再把鼻子龙高 这个想法从一上高中时就有了 但苦于学习紧张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后来去新加坡上了大学 今年春节期间 开开回昆明过春节 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决定在这个假期了了这个心愿 开开的母亲也是非常尊重女儿的决定 我上大学之前就跟她说 我想做双眼皮 她说好 帮我留心看一下 几年来 母亲张女士一直没忘记 帮女儿打听哪家美容机构做的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4年春节期间 张女士的一个朋友做了割双眼皮手术 张女士看了后觉得效果非常好 朋友说 她是在盘龙区白云路的一家 名叫美中美的美容诊所做的 3月16日 张女士便带着女儿开开 来到了这家美容诊所咨询 我那个医生说 我的眼睛细长 做的表会比较好 在这家美容诊所 整容医师李医生告诉开开 她的眼睛做出来效果会很好 这更坚定了开开割双眼皮的决心 这期间 张女士也向诊所的李医生 询问自己的眼带能否做一做 张女士意外死亡一个星期后 记者也来到了位于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的这家美中美美容诊所 诊所一侧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海报 想多美变多美 是这家美容诊所的宣传语 因为出了人命事故 诊所暂时停业整顿 经过联系后 当天主刀的李医生 在两人的搀扶下来到了诊所 李医生是诊所唯一一位美容医师 也是这个诊所的法人 李医生不愿让透露自己的名字和相报 他说 除了这件事后 对他的打击也很大 美中美诊所是在昆明市卫生局登记注册的一家个体美容诊所 诊所的范围包括美容外科和美容牙科 45岁的李医生原本是妇产科的医生 十年前改行做了美容医师 3月16日 开开和母亲张女士到诊所咨询时 是李医生比较忙的一天 他那天就做了十多个各种手术 手术间隙 李医生接受了开开和张女士的咨询 你觉得他的眼带需要做吗 可以做 可以做 因为毕竟这个岁数了嘛 做做眼带也可以 那个皱纹可以剪 基本上90%不在了 做眼带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开开和母亲也看出诊所当天的客人太多 李医生也很疲惫 他们决定第二天再过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 开开和母亲张女士 再次来到了这家诊所 做进一步的咨询和商谈 经过两个小时的咨询和商谈 开开跟李医生基本上商定了手术的方案和价格 开开要做割双眼皮 龙鼻和去除脸上的几个雀斑 这样的手术 价格是9500元 中午12点左右 开开上了二楼 进了手术室 两个多小时后 开开出了手术室 因为麻药的作用还没有消尽 开开在母亲的搀扶下到了隔壁的休息室休息 此时她发现母亲在犹豫要不要去做眼带的手术 我母亲说我还是不要做 今天你的眼睛装成这样 我还是陪你回去 后来我就说 我随你 就这样 在女儿开开休息期间 张女士也躺上了女儿刚刚走下的那个手术台 这也是美中美诊所唯一的一张手术台 手术台旁边 除了一些器械和药品 两个氧气瓶还凌乱的堆放着一些其他用品 这间手术室的卫生环境看起来并不理想 开开后来查看母亲的银行刷卡记录 母亲龙笔的费用是三千五百元 她刷卡的时间是在下午的四点零几分 开开推算母亲走上手术台的时间 应该在下午的四点半左右 我打了麻药 麻药还没有过 我就又睡着了 开开在休息室里迷迷糊糊又睡了一会儿 大概下午六点钟的时候 开开醒了 但她发现整个诊所里空荡荡的 本来诊所里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总是来回走动 突然都不见了踪影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人躺在那里 然后已经没有呼吸了 进了手术室 开开发现母亲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 已经没有了呼吸 手术室里同样是空空荡荡 做手术的李医生和她的助手也不见了踪影 开开一下子慌了神 她连忙打110电话报了警 并给家人打了电话 看院的结果 初步认定是死者是因为在美容手术过程当中死亡的 警察到现场调查后 发现美中美诊所和李医生 具备相应的自治 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 便通知了盘龙区卫生局 死者张女士的丈夫方先生随后也赶到了诊所 这个感觉 他就是真实的坦在那里 反正我不在他身上 他也说不了话 方先生出差头一天晚上刚回来 他不知道妻子和女儿要去做美容手术 妻子早上出门时还好端端的 此时 却已经是冰冷僵硬的尸体 十几分钟的眼袋手术竟也暗藏危机 又一个年轻生命消失在美容刀下 年轻女性吧 闻了唇又化了妆去做手术 她们因何都命断手术台 其他方面的比如说你应该忏悔 手术室里的红鞋子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张女士是怎么死的 她上了手术台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过程现在只有当时主刀的李医生最清楚了 她是这样向记者描述的 李医生说张女士上了手术台后 她给张女士打了一针橘麻药 大概五六分钟后她便开始手术了 通常情况下二十多分钟就能做完 手术开始时很顺利 两个眼袋都割完后准备缝合时 张女士的身体突然出现了意外 张女士从身体出现异常到心脏停止跳动 李医生说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夕阳和心脏按压没有尽效 她又给张女士注射了抗过敏和急救的药物 同时让助手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几分钟后云南省120救护中心的急救医生 赶到了美中美诊所 这一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死亡的一个体征 面色轻规的 马上我们给她胸弯按压 气管插管 然后进行一个呼吸剂的简单的呼吸支持 这一例病人持续抢救了四十分钟 心脏没有任何回跳的迹象 没有任何腹率的迹象 抢救一共用了四十多分钟 但仍然无力回天 张女士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这次的急救 救护中心的王医生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就在二十几天前 二月二十二号那天 她也参与了一次急救 参与的地点 也是在这家诊所的这张手术台上 当时另外一位做手术的患者 也出现了意外 经过简单询问 王医生得知 那名患者是个二十八岁的女孩姓郭 是在美中美诊所做胸部整形手术 也是在准备缝合时呼吸 心跳突然停止 他们赶到时 患者已经脑死亡 经过急救 患者虽然有了心跳 但很不稳定 他们随后将患者送到了 附近的一家医院继续抢救 那个年轻的患者 在医院抢救了十一天后 最终还是死亡了 那一例手术意外 美中美诊所的李医生 并不愿意多谈 记者托然联系到死者郭小姐的家属 他们婉拒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我们得知 也就是在开开和母亲张女士去美中美诊所做手术的时候 诊所和郭小姐的家人刚刚达成赔偿协议 诊所赔偿郭小姐家人一笔钱 此事便了结了 所以双方都对外监口 那么郭小姐出现意外死亡 是郭小姐自己身体原因 还是诊所违规操作造成的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对那几事故 有没有进行什么事后处理呢 这个单四的双方选择了协商解决 并没有申请鉴定 也没有申请行政处理 到底医疗的行为有没有违规 那么最后没有这个结论 廖局长说 按照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 医患双方可以选择协商解决医疗事故 因为没有申请尸检和行政介入 所以就无法判定郭小姐死亡的原因 也难以判定医疗机构的行为 有没有违法违规的地方 更无法对诊所做出什么行政处理 这一次张女士意外死亡的事故发生后 盘龙区卫生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也在当晚赶到了美中美诊所 当场封存了张女士的就诊病例 和所使用的药品样品 提取了相关药品的采购记录等文字材料 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里面是什么环境 这是一个消毒间 然后一几天失发以后 我们联同一个药间部门 对这个地方进行相关的一些病例 还有药品封存 但是就交由月要当机票 按照条例规定 是用月份这边管理 现在就封存在这个消毒里面 这是药品 这是药品 这两三个都是药品 对 两三个药品 但是从这个处方上来说 它是用的这个 银酸利多卡因 还有这个5%的葡萄糖注射液 以及这个新丰酶素 经过调查呢 它这个涉及到的这个五个批次的三种药品 都是从合法的企业构进的 它的这个资质呢 都是在有效期内 都是合法的 药间部门经初步调查 美中美诊所使用的药品的进货渠道 合法正规 手续也是完备的 张女士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卫生法学会的常务理事 郑雪茜女士 欢迎郑女士 您觉得从医疗技术上来说 张女士可能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这个吧 就可能有多种原因 一个比如说药物引起的过敏 另外还有呢 比如说他做这个手术有引起的 他本身是不是有心脏病的发作引起的 另外我也咨询了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专家 那么专家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麻醉药打到血管了 然后诱发了他的一个心脏的疾病的发作 也不排除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第一起医疗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的卫生监管部门说 由于他们双方已经协商解决了 所以我们没有介入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 实际上按照我们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它是规定医患双方是可以进行调解 来处理这个纠纷 但是不意味着这个纠纷解决了 那么我们行政部门不对这个医疗机构 进行一个管理和指导 他应该组织调查 判断是不是医疗事故 他在这个工作的环节中间 会不会有一些漏洞 会不会有一些不安全的隐患 需要改进的 这样避免下次再发生 现在张女士的家人已经申请了 对张女士进行尸体解剖 这是一个法医鉴定死因的过程 关于张女士出现的意外 双方的争议还没有结束 那在她做手术的当天 还出现了哪些情况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不一样的手术却是相同的结局 他那个我根据要的过敏 我根据太难受了 记者暗访美容诊所潜规则 这也不是手术 艾伟怎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 都是对被一大发生起来不待 手术室里的红鞋子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在美中美诊所的手术台下 有一双橘红色的鞋子 这双鞋就是张女士的 如今张女士的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这双鞋子还被遗忘在手术室里 她仿佛在告诉人们 这里曾经发生的事情 张女士穿着她走进来 最后却是以另一种方式离开 在张女士家的卧室里 有一排五颜六色的衣服 这是张女士的下装 天气渐渐变暖 张女士刚刚收起冬装 拿出下装 然而这些衣服 她再也没有机会穿了 去做一个小小的美容手术 却因此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是张女士的家人不能接受的 方先生说 妻子身体很好 近几年妻子单位体检 也没听妻子说过有什么异常 张女士的家人没有找到她近两年的体检报告 但他们认为这家诊所的诊疗过程一定有问题 同样这样认为的 还有他们聘请的代理律师 巧的是 杨律师也是前一起事故中死亡的 郭小姐家人的代理律师 前后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一个诊所出现了两例 几乎同样的意外事故 杨律师感到震惊 第一件可以说是意外事件 但是第二件还是意外事件 我觉得就点说不过去 毕竟这个手术是手术分级标准当中的一级手术 它的风险小 复杂程度低 杨律师说 尽管张女士的试检报告还没有出来 但从目前反映的情况来看 这应该是一起人为的责任事故 首先诊所在术前没有为张女士做必要的身体检查 以科学地衡量张女士有没有手术的风险 美中美诊所在为张女士做手术之前 有没有做相关的检查呢 这几份就诊材料 是在被封存之前张女士的家人用手机拍下来的 这里面有个地方注明了张女士的体温 脉搏和血压数字 这些都是正常的指标 美中美诊所的李医生承认 他只为张女士做了这几项简单的检查 没有做更详细专业的体检 一般这种小的嘛 你看一小诊所 他也没这个 他也没要求这个条件 他也没要求 那诊所嘛就这样的 碰到就碰到了 没有啊 这个就是失误了 应该做个数前的 所有的检查再来做这个手术 但这个手术太小了 基本上没有一家医院会这样做 李医生说 小诊所设备条件有限 没法像大医院那样做检查 他十多年来做了很多起美容手术 包括张女士女儿开开的手术 也都没有做体检 而且李医生声称 其他同等规模的美容诊所也都如此 其他的美容机构究竟怎样做的呢 在热心人的带领下 记者在昆明也走访了几家美容诊所 你要得看啊 如果你找个不专业的医生来做 那个肯定就是不好说的 现在我们医院这边做的话 这个医生来做的话 不会出现这个领域 因为医生他来说都是非常专业的 走访了几家美容诊所后 记者发现 的确有诊所接待人员表示 和双眼皮眼带等小手术没有风险 不需要做体检 这样的小手术究竟有没有风险 要不要做术前的体检呢 记者也到昆一大第二附属医院 整形美容外科 进行了一番了解 这是我们医院设计的商品 三个的射手机一间 哦 我们这个 这是一个强度车 对 这就是他这个产救药品 但是这个是一种 就是我们急救车药品 看这些 严格一层二层三层四层 你看我们这药品都 与生存有序的一个摆放 那么你保证能够打个很快的一个短时间 真一分都能够起到这些药品 这些都是产救生命必须的 王主任介绍说 和其他手术室一样 美容手术的手术室 要确保环境的无菌 气力泻的洁净 要配备相应的监护设备 以及各种急救药品 和常用的急救设施等等 只有这些条件具备以后 才能进行手术 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说 都是对这个病一旦发生 其实百分之百 所以以后一个小的切口质 比如缝几症 大大就是我们刚才的 一些手术 比如粗糙手术 风风手术 像这些手术 并不是对人体的 这个生命体的干扰就更大 只要是手术就会有风险 王主任说 所以在做手术之前 有必要对患者的身体状况 进行检测和评估 在询问的基础上 再进行专业的检查 比如做心电图 测血压 血糖等等 这个手术本身不复杂 重要的在我们对这个手术之前 对一个全医师 要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就是他必须是个健康的人 在为张女士做手术之前 诊所没有为他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张女士的家人和律师都认为 这是诊所的失职 这可能是导致张女士死亡的一个原因 同时他们也认为 导致张女士死亡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药物 他们发现在手术中 医生一共使用了两种药物 一种叫利多卡因 这是一种麻醉药 另外一种是先锋霉素 这是注射用的头包拉丁 张女士家人和代理律师认为 虽然现在各个医疗机构 用利多卡因做局部麻醉 通常不做皮事 但不排除张女士麻醉过敏 另外 李医生使用了头包拉丁 也就是先锋六号 对轻霉素过敏 或者有过敏体质的人使用此药 很可能会发生过敏性休克导致死亡 因为不仅张女士的处方上 著名使用了这两种药物 事发当晚李医生在接受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询问时也曾表示 他使用了这两种药物 我们像当次的医生了解的情况 当时用的药是利多卡因 然后他还用了头包 还用了讲销错 他就是明显的违反医疗常规 在违规操作 从这一点来推定 我们认为他是有相应的过错 张女士家人和代理律师认为 美中美诊所在术前没有对张女士做必要的检查 术中违规操作 在张女士出现意外后 诊所也没有专业的急救人员和设备 导致张女士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 诊所对张女士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张女士的尸检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报告可能近期就会出来 张女士的家人都在等着这个结果 我希望的话就说这个整个过程还是真相要出来 另外呢就这个意思 他多次伤伤害人 那么是否他还以后还是继续在伤害人 我们的记者在调查采访这个案件的时候也发现 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美容和医疗这个小诊所 它的硬件设施的配置要求并不高 所以这个诊所里他没有急救的设备 遇到紧急情况他也得打120 通过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反思 就对这样的诊所今后这个在规定上是不是应该调整 那么看出我们的规定不够完善 比如说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简易的抢救设备 比如简易呼吸机插管的这个设备 同时我觉得应该培训这些整形美容的诊所里的医生 要具有抢救心脏复苏和这种基本的抢救的常识 爱美不是错 为了美去做一些手术也不是错 但是今天这个极端的案例能让我们看清医疗美容下面潜藏的风险 希望这个案例能够引起全社会对医疗美容行业风险的关注 并且能够加强对美容整形各个机构的监管 让消费者在追求美的时候也能与安全同行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感谢郑女士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